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的好吧 越是朋友越是要同两道再说 今天老庙就来跟大家评测一波 老庙聊科技 今天聊VR 在视频开始之前 老庙再次强调一遍 本视频仅代表老庙个人观点 与老庙公司旗下的XR媒体 VR opinion五官 先来看一下外观 X1采用了稳重的黑色设计 总体重量在400克左右 在手里跌一点还是比较轻松的 采用松紧带固定在脸上 佩戴起来还算舒服 但尴尬的是整套 Nolo CVE Pro的定位装置 这套是定位装置 这个是头盔 都在使用Micro USB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但定制版VR体系 已经在使用TOP-C的接口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Nolo X1 4K也可以 佩戴眼镜使用 但是对眼镜用途 就不是那么友好了吧 配置方面Nolo X1 4K配备了5.46英寸 3840x2160的分辨率的Fast LCD 快速响应的屏幕 支持75赫兹的刷新率96度的时长角 同具的自适应 说实话这种屏的色彩和对比度亮度都是有点暗的 作为一款VR一体级Nolo X1 4K 搭载了高通专门为X2设备 设计的骁龙X1处理器 因为VR方面是不需要手机机带功能的 所以这款处理器在高通骁龙835845的基础上 把手机需要的一些机带的功能都给去掉了 3GB的内存 32GB的闪存 系统UI基于安卓8.1 这点空间用来放电影可不太够 但是好歹是支持XTF卡的 Nolo X1 4K VR一体机 如果不接Nolo CVE Pro配件的话 就只能当一个看电影的三道夫的一体机使用 但好歹总比眼睛盒子要强 但如果配合上了这一套Nolo CVE Pro的配件的话 这样的一套VR一体机就可以串联 SteamVR体验PC端的VR游戏了 在玩这些游戏之前 只需要把Nolo CVE Pro的配件连接至一体机 就像我这样很简单 然后这样扣上去 把定位基站摆放到尖筒宽的位置 定位基站是自带电池的 可以不用连接电源摆在任何地方 因为要发射超声波 所以基站在开启后会震动持续一段时间 老妙拿在手里其实感觉怪怪的 因为Nolo CVE Pro的配件不是双基站定位 所以左右的角度如果超过90度的话 定位器和手臂就会定位失误瞬移 虽然基站有天花板模式可以安装在天花板上 开启360度追踪功能 但由于是超声波定位 所以距离的远近也是影响效果的一个因素 效果并不成好 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吧 接下来就是小伙伴们最关心的一点 这么一台Nolo X1 4K 能玩半条命Alex吗 当然是可以的 你看看Nolo的应用商店 除去几个看视频的应用外 就只有30多款demo级的游戏 如果Nolo还不能玩SteamVR的游戏 那Nolo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玩半条命Alex的电脑配置的CPU 得是i5的4590以上 显卡至少要达到GTX1050以上 8GB的内存 更重要的是 还得有支持5GHz的千兆无线路由器 这样才能确保Nolo X1 4K 连接到5G频段的WiFi 所以在网上销售的这台体系的一些套餐当中 也会搭配这么一台Nolo的千兆的VR的专用路由器 加速路由器 电脑安装Nolo的专用软件之后 就不再需要操作电脑了 可以在Nolo这一台一体机里面 直接打开电脑里面安装的SteamVR的游戏 这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说实际实话 这里顺带提一句 这个Nolo Home其实算得上是最早的 RioDolph串流软件了 从手机VR的串流 一体机VR串流 再到一眼镜形态的VR设备串流 都是有支持的 除此以外 Nolo Home还支持自适应码率 对于串流来说 尽可能的降低了对网络的要求 让电脑配置不是那么好的小伙伴 也能体验SteamVR 老朋友觉得这点呢 其实做的还是挺良心的 好 那总说串流串流 究竟什么是串流呢 其实所谓的串流 是指游戏画面并不是由显卡直接传输到VR头显内的 而是电脑将游戏画面压缩后再让数据传输给VR头显 这就是目前VR一体机VR的主要方式 所以串流方面会有一些延迟 由于画面是压制后发送给VR头显的 所以Nolo串流画质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码率 小伙伴们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去调节 价格方面 唉 Nolo这这台一体机在某东上只要2999 相比日亚上的Oculus Quest 2 2400左右的价格 Nolo X1 4K还是要贵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选择Oculus Quest 2的 也就是选择了没有售后 更何况科学上网方面太麻烦了 这是Nolo少数比Quest 2做的好的地方 老妈觉得2000左右的售价 Nolo的这台X1一体机 在避免了用户腰包被掏空的同时 还能提供比较不错的6道夫体验 配合无线串流CVR构成的内容生态 再加上Nolo CVE Pro配件 能让一些3道夫的头显支持6道夫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有利于更多的用户体验VR 认识VR 提升消费者对VR设备的认知度 推动VR的普及 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喵的Nolo的朋友 一直告诉老喵的事情 当然了VR也只有真正普及或者用户群体到达一定规模之后 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最后老喵总结一下Nolo X1 4K的优缺点吧 优点方面 X1 4K是一款比较便宜能够支持串流的6道夫的头显 其次Nolo自家的Nolo Home 串流使用比较方便 缺点就很显而易见了 定位实在是不太友好 毕竟也是上一代的基础 180度的单面定位 稍微扭扭屁股扭扭药就顺移了 再加上能不能改改手柄的样子 那实在是太他们的仇 跟老喵的神秘呢 实在是有点不太符合 好吧 好了 今天老喵聊科技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有已经入手Nolo X1 4K的小伙伴想要吐槽的 或者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有什么疑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和老喵进行交流 你的一切三连是对老喵最大的帮助 咱们下期再见 老喵聊科技 科技很远但未来很近